女議員登高一呼 國會議程還沒走完 毛利戰舞先跳起來 場內部分人員也加入起身聲援 對時間伺候聲回檔議事聽 氣勢十足 牛西蘭議長看到這一幕 一秒驚呆臭臉 不敢相信 但也只能無奈仰天長探 趕快宣布議事暫停 紐西蘭政府上週提出的 條約原則法案 重新詮釋1840年 英國王室與500多名毛利酋長 共同簽署的懷唐一條約 引發毛利人及其支持者不滿 他們認為這項新法案 有損毛利人權利 事實上毛利戰舞不只出現在紐西蘭國會 國際體育賽事上也會用它下馬威 提示強大到當年美國隊的飆鋒玫瑰 Derek Rose 伴授人Kennis Farratt 和大鬍子James Harden 全部定格看呆 就連好萊塢電影首映會 水星俠Jason Momoa也曾親自示範戰舞魅力 紐西蘭總人口共530萬 其中毛利人約佔20% 當局推出新法案 瞬間加劇國內種族間的緊張情勢 除了毛利團體舉行為期九天的遊行 國會裡毛利黨議員 突如其來的戰舞抗議 也讓相關議題衝上國際版面 哈娃娜 前的新聞 劉哲瑜報導